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时髦,时用,价格适中,品质也非常赞的冬季穿搭单品 我选的这些漂亮款式都来自Patee Studio Patee Studio的衣服专门为胶小型到中等高度身材的女生设计 主要针对的人群高度在1米5到1米72之间 号码的大小标准跟美国的标准尺寸一致 它的强项是XS和XX号,也就是加小号和加加小号 小号码,货量充足 身形版型的剪裁,身长,袖长,都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比例 衣服合适,穿上身就非常好看 我身高米72,体重128磅 Patee Studio的衣服根据网站给的尺寸参考,我都是穿S号 跟我在美国买的其他品牌的号码是一致的 根据产品网页给的尺寸参考准确率是最高的 Patee Studio是精品品牌 唯一一个以胶小型身材打板设计的慢销品牌 慢销品牌一般注重经典款的设计 衣服的品质高,可以穿很多年 今天分享的是冬季这一个季 Patee Studio网站我最最喜欢的几件 11月20号到12月3号 全占30%off,折后价格非常好 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件非常简单的 有一个这种翻领的百分之百Marina Wood羊毛毛衣 它的名字叫做Bianca Wool Sweater 那这件我选了下牙白色和红色 它的羊毛品质很高,保暖弹性好 羊毛品质高,通常捏在手里用手这样使劲去捏 你会感觉到它的弹性非常好 它的保暖也非常赞 它的版型是这种稍宽松的这种版型 不挑身材 胸前是这种拧的这种麻花 边上是这种waffle,华夫饼的这种质感 设计是这种老前锋的风格 也是妈妈给我们织的毛衣的这种质感 其实我们看现在市面上非常流行的老前锋啊 低调奢华啊什么的这种粗棒编织的这种毛衣的质感 大多都是在很多年前我们妈妈帮我们手工编织的这种毛衣的质感 而这种质感的羊毛毛衣在冬季也特别能够穿出来冬季 特别舒服温暖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这个毛衣的设计它这里是V领的 它可以带项链,可以带这种小一点的项链 我通常会带一个小的吊坠的这种项链 然后它里面可以穿件贴身的打底衫 或者简单的背心穿在里面 它真的是非常舒服,一点都不扎 很绵,很软 这件白色的非常优雅,有高级感 大红色这件也拿出来给大家看起来 它的红色非常的正 它是这种正红色,非常漂亮 我穿这件出门总是有人回头看 因为这个红色真的是非常抢眼 一般来讲我们在Holiday Season喜欢穿红色 吃嫩节穿红色 我们的中国新年也穿红色 情人节也穿红色 红色是非常喜庆的颜色 红色的毛衣其实不怎么好找 像这种设计,这种质感和这个颜色的毛衣 这个价位其实在市面上很难找得到这么漂亮的 所以如果你想入一件红色的高品质的羊毛毛衣 款式又比较简单好搭配 经典款可以穿很多年的,那这一件绝对不会错 那这件也是我好几件红色毛衣里面我最最喜欢的一件 因为我觉得这件毛衣一穿出来就能感觉到它的质感非常好 而且它的厚度是属于中等偏厚一点的厚度 那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一款毛衣 虽然它比较厚 但它的领口这里其实是比较开的 有什么好处呢 在我们北美通常在冬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在外面是很冷 可是在屋子里面其实挺暖和的 但是在屋子里面穿毛衣的时候 脖子这里只要是敞开了的 通常它比较透气就不会那么的热 所以像这种毛衣在冬天在室内穿也非常的舒服 你身上会觉得暖乎乎的 但是你脖子这里不会觉得闷 也不会觉得热 而且它透气也非常好 这件毛衣的设计款式和用料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 如果你喜欢这种休闲的宽松版的毛衣 那这件一定不会错 第二件是这件棉毛针织的hoodie 它的材料是55%的棉 45%的羊毛 也就是说它是中等的保暖 它结合了棉的这种肤感和羊毛的这种透气 它非常的舒服 它这里带了一个hoodie 然后它袖子这里走了两条黑色的这两道线 它是休闲版 所以它配牛仔裤或者休闲类的裤子 视觉感看起来很高档 它的胸前支的是这种大的麻花 类似于Roflorine的这种麻花设计 袖子比较长 它比较垂顺 面料来讲棉的重量和毛的弹性的结合 这种真织的hoodie有city里面的时髦感 那这个款我选了象牙色和深灰色 深灰色它搭的条纹是象牙白色的 所以这件深灰色的其实也非常的漂亮 它的款式是一模一样的 最前面这里是拧了麻花 它的袖子也非常的修长 非常的舒服 象牙白这件比较时髦 比较女性化 灰色这件它比较理性 比较有质感 这两件穿出来都有城市里的那种时髦和轻松的感觉 穿衣服是一种情绪 给自己轻松愉快和时髦的这种情绪 能让自己更加放松 心情也更好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身上穿的这件浅灰色的麻海毛的毛衣 那这件毛衣呢是这种小圆领 然后它的袖子呢 其实是可以拉长的是有点像这种小灯笼袖 这样子的 这种灯笼袖 那这件呢穿在身上比挂在那里要好看很多 它的含毛量有33%的羊毛 中等保暖 视觉上看特别舒服 毛茸茸的 很多人会担心麻海毛会扎皮肤 那我现在呢其实就是贴身穿的 我里面只穿了一个bra 我的经验是如果你特别容易出汗 你所处的环境也特别容易忽冷忽热 那你最好在里面穿一件纯棉的打底衫 那再还有如果你是敏感肤质 你穿稍微有一点点毛的都会觉得特别的扎 那你最好加一件打底衫 那对于我来讲我自己也是敏感肤质 我是贴身穿的 是因为这个屋子里面我把空调开的比较低 它不是那么的热 如果比较热的时候 我可能也需要穿件打底衫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比如说我现在穿我是贴身穿的 我可以把袖子这样搭了下来 也可以把袖子这样拉起来 拉起来的时候会比较凉快一些 这个浅灰色非常好搭配 浅灰色能让人的情绪很平和 也很舒服 这种灯笼袖的设计也非常有特色 接下来这件是紫色的马海毛的开衫 冬季穿这种很亮眼的颜色 特别让人开心 那这个款呢跟我身上这个款一样 也是33%的羊毛 它是中等的保暖 而且这个紫色呢跟我们平时所说的 Lavender还有点点区别 它这个紫色呢比浅紫色或者Lilac的那种 很浅的紫色要稍微重一点 在冬季穿出来的时候它特别的抢眼 它的长度呢是这种中等长度 穿搭方面会更加的灵活 把扣子都扣上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圆领的这种短板的毛衣 把它打开的时候呢 里面还可以穿一个高领的打底衫 或者是穿一个背心都很好看 它这种中等保暖的毛衣 适合很多个场合 而且呢它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这种毛茸茸的质感 在冬季的毛衣里面会显得特别的舒服 穿搭起来也显得特别的温柔 很有氛围感 接下来这条羊毛的裙子叫做Devies skirt 跟我上次推荐过的皮帕牛仔裙 是同一个版 上次推荐过的皮帕牛仔裙 我现在就穿在身上 我特别喜欢这个牛仔裙 首先第一个优点呢 它是高腰的设计 也可以说它是超高腰的设计 它的腰可以拉得比较高 腰这一部分也做得比较宽松 可以系皮带 裙子的长度是到小腿 它是在前面开叉的 前开叉这个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在你走路的时候 裙子两侧的这个布料会自然的往前收 当你往前收的时候 你的臀部到腿的下面这里呢 就会有一个curve 就会显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条裙子呢 它的材料是50%的羊毛 50%的迪伦 羊毛保暖 迪伦抗皱 然后呢 它还加了理料 它的理料是一直加到底的 加了理料的这种裙子 就比较能够挡风 然后呢 它配高跟的短靴 或者是平底的靴子都很好看 它的长度呢 是穿短靴刚刚好 能够露出脚踝的部分 会比较有层次感 会显得腿比较修长 对于娇小型的女生 和我这种腿不是很长的人 就是加分项目 我的个头虽然比较高 但我腿的长度并不长 所以呢 我穿这种裙子 我就觉得显得我的腿比较长 算是一个加分项目 这裙子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它在前面这个地方 有两个兜 你的视线呢 就会往边上这样走 不会特别注意 中间突出的那一部分 因为中间呢 即使是我们的小腹 可能没有那么突出 有的时候塞毛衣啊 或塞一点上面的衬衣什么的 但是有这么两个兜的设计 视线呢 就会打开一些 就不会特别的集中到中间那个点 所以它这个裙子设计的 真的是非常的成功 而且它这个面料看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而且穿这种裙子 我们可以在里面穿丝袜 丝袜通常在最上面腹部这里呢 它也有收腹提臀的效果 其实穿着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尤其是有大小party呀 或者大家聚会呀 或出去吃饭呀 给自己一些能够dress up的一些场景 接下来这件 这件是外套 它叫做开傻 是正反两面穿的一个皮的外套 今年这种仿皮的外套非常的流行 然后这种棕色也非常的流行 那这件外衣呢 有几大特点 第一呢 它暖和 挡风 然后呢 它也很时尚 穿上身 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 都看着不便宜 它的颜色和款式做得很到位 它棕色毛毛这里呢 是深棕色非常的漂亮 皮面和棕色毛毛的这一面 我更喜欢棕色的这一面 因为穿上去之后 整个感觉非常的fuzzy 非常的舒服 它的口袋这里呢 贴合的也非常好 那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问 对比真皮的 因为它这里是vegan laser 它不是真皮的 真皮的这种外套 其实它很重 穿的时间呢 也会比较少 这种vegan laser 它可以从秋天 就一直穿到不太冷的冬天 春季也可以穿 它穿的时间更长 而且呢 比较轻便 其实这种呢 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那我自己也有真皮的 带了这种毛毛的 通常真皮的呢 它那个皮子本来就比较厚 然后它带的这个毛毛呢 也都是羊毛的 我那件真皮的大衣 一年也就穿一到两次 而且穿出去的时候 大概走那么一会儿 就感觉气喘吁吁的 因为首先呢 它比较重 然后呢 它也比较热 只有最最冷的那几天才能穿 但这种呢 它做的又漂亮又暖 穿的时间长 穿的频率也高 我觉得是划得来投资的 而且呢 Patee Studio这个款 它真的是做的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 包括这个毛毛的颜色啊 还有它这个款的这些 搭扣呀 还有这个小皮扣子呀 什么的 我觉得它设计的都非常的漂亮 穿上身也非常好看 作为秋冬季的时尚外套来讲 这件我非常的推荐 接下来这件灰色大衣 这件灰色双排扣的羊毛大衣 它的含毛量是90%的羊毛 10%的骆驼毛 它的版型非常好看 上身呢 非常显高档 我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有穿这种 看起来比较正式的大衣了 我没有想到穿上身会有这么好看 它的肩膀这里呢 做的稍微宽一点 有一点点oversize 如果里面要穿厚点的毛衣 或者穿hoodie它给了足够的空间 然后它领口设计呢 也非常的简单 它的袖口 前肌 以及它的口袋这里的设计呢 都是经典款的设计 穿这件的时候 我基本上不扣扣子 然后它的长度呢 是中等偏长 算是长一点的大衣 整体感觉呢 就是它保暖也很时尚 这种斜纹的羊毛大衣 有这种欧版的质感 也有这种学院风 穿上之后 时髦时尚也很有质感 这件大衣 它的礼料呢 是指到这个地方 这袖子的礼料是挂到底的 整体把它拎起来的时候 它还是挺重的 所以它用料还是蛮足的 穿上之后呢 也是非常的暖和 如果你很想有一件灰色 或者黑色 稍微宽松版一点的 这种大衣的话呢 这件呢 我觉得非常的推荐 因为大衣一般来说 像这种经典的宽松版 能穿很多年 而且这件大衣 非常的厚实 也非常暖和 值得投资 接下来这件浅鸥色的羊毛大衣 我也非常喜欢 那这件大衣呢 它摸起来非常的顺滑 一点都不毛躁 它是80%的羊毛 10%的桑蚕丝 还有10%的奥帕克 也就是羊驼毛 那这种面料呢 它的浮感非常的顺滑 这种面料呢 它是针对 不是特别寒冷的冬季 比如说 作为南方冬季 穿搭的外套 它挡风保暖 它的颜色呢 也是这种暖色系的 颜色不是那么重的camel 它是稍微浅一点的 这种camel 所以在有阳光的日子里 也不是特别冷的时候 穿出来特别有氛围感 它的款式呢 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件overcoat 比如说华氏30度到40度 出门的想打扮的elegant一点 就穿一个外套 像这种宽松版的camel 这个颜色的大衣 直接披上去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款式简单 然后呢 它大部分呢 也都是单层 不厚重 穿起来很舒服 也很有质感 它的优点 它的面料非常的光滑 垂顺 它是双排扣 这种宽松的简单款 适合大多数人 简单的出门 穿上毛衣 即围巾 或者丝巾 牛仔裤 或者是穿个裙子 套一件大衣 很舒服的就出门了 那冬季的穿搭 就是毛衣 裤子 裙子 有些层次 不同的质感 好看的颜色 画点妆 涂点口红 穿起来走在路上 暖哄哄的这种幸福感 好了 我们今天的Petit Studio分享 就到这里 今天分享的都是 简单的毛衣 裙子 在用料款式剪裁上 都有自己的特色 穿在身上质感也非常好 衣服不在于多 而在于适合自己 适合自己的简单款 最能够突出 我们自己的特色 记得把喜欢的款 加入购物栏 不要错过 11月20号到12月3号 全占30%off的好折扣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很快下次见 拜拜